近日,欧洲科学家分析了地质武器和气象武器的巨大威力 以日本为样板,分析了以20枚大当量氢弹充当地质武器 以特定方式在日本周围海中计算好的区域引爆 就可以引发巨大地震、海啸以及地质变化 足以让日本彻底沉入上千米深的海底 整个过程可能都用不了一个小时兜 美国科学家预测不久的将来日本将掉入八千米海沟 美国称世界上只有中国才能拯救日本 要不然日本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最终有可能会导致亡国灭种 美国科学家给日本敲响了警钟 研究表明,日本列岛越来越接近地球上最大的黑洞 这个黑洞深度超过八千米 位于北太平洋上的大海沟 它的名字就是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沟 有地理常识的人都清楚 地球由各大板块组成 各大板块处在运动当中 地壳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岩石圈的演变 促使各大陆 大洋的增生和消亡 平常我们感受最深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地震 大家不难理解日本是地震高发区 科学界预测它们的灭亡是有益可循的 绝不是危言耸听 美国学者迪茨 提出了海底扩张学说 他说 在地震 火山爆发等非常频繁的地方就是个大板块的分界线 在远古时代 欧 非 每周是一个大板块 由于地壳运动 最后导致分离 形成现在的七大洲 四大洋 日本就处在地壳运动的分界线上 那么为什么会掉下去呢 牛顿的万有引力大家都知道 不需要考虑其他原因 单单在重力作用下 日本全岛就得一步步向下滑动 最终不可避免会整体滑入马里亚纳海沟 到时候 日本一亿多人只有一个出路 那就是寻求大陆国家避难 而日本又处于中国大陆附近 只有中国才能容纳的下日本这么多难民 当世界科学界得出这样的结论后 日本国内专家高度关注着这个 会带来全族灭亡危险的问题 美国专家Bruce Albers博士曾经建议 日本政府应该尽快成立灭顶预警专家小组 尽快启动大灾难应急预案 最重要的一点建议是 日本政府应该及时向周边国家中国 韩国 美国寻求庇护 有朝一日灾难降临的时候 能够将日本平民百姓迁移到中国 那么中国会收留这些自然灾害难民吗? 如果不收留 日本有可能会面临整个民族毁灭的结果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